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灾难片潘多拉 影片一开场 几个倒霉孩子正在对核电站进行技术上的探头 小胖多说这核电站里有原子弹 一爆炸咱全都在领盒饭 小郑太说别扯蛋 我大哥说这里边放着一口锅 不仅能煮面能发电还能煎气蛋 小萝莉说你们这都是下班 我们老实说这里边放着一盒子 千万不能打开 转场之后大眼哥正在睡懒觉 自打他爹地和哥哥在核电站嗝了屁 他就一心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而且这哥们能力不行吧 还特毫高勿远 总想一夜暴富成为大款 前几年拿着他爹地和他哥哥的抚须金 开了一饭碗 到最后陪的只剩一钉子裤子了 他妈咪冷淡婶说整天睡懒觉 你害臊不害臊 要说最悲催的也就属大眼哥的大嫂了 这虎狼之年死了老公 可把他折磨的不轻 大眼哥正吃饭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大兄妹突然出现 大兄妹说你昨晚上是不是去夜店 跟小姐们鲜肩蛋了 大眼哥说我是老太监逛妓院的 可什么都没干 冷淡婶说这孙子整天的吃闲饭 你最好现在就把他推打断 大兄妹说来日方长 改天我把他阅处想 这核电站好是好 但镇子这么小 万一要是出了事谁都跑不了 因此在眼镜叔的带领下 一帮人在街上游行示威 强烈要求关闭核电站 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说 关了核电站你们还用不用电了 还做不做饭了 总不能一天到晚吃朝鲜冷面嘛 眼镜叔说这核电站建在这儿 就是一巨大的隐患 万一哪天又是出了事 咱全都带领核快 大眼哥说虽然咱这儿以前是穷乡僻壤 但有山有水有河流 有鸡有鸭有奶油 可自打建的这个核电站 地也不能中了 鱼也没法掉 而且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就担心哪天叫完票 小眼哥说事情得一分为二的看 自打建的这个核电站 咱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改善 转场之后 大眼哥跟大兄妹说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儿 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我打算出国两年 先到南美捕捞章鱼 然后再到阿拉斯加捕捞秋刀鱼 这么两年下来 估计我能发笔横财 大兄妹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一脚就把大眼哥踹翻在地 大兄妹说 我自幼父母双亡啊 又没有兄弟姐妹 你要是出了国 我还怎么还 总统优郁叔正在办公室加班的时候 收到了来自核电站的所长胡子叔的报告书 原来这核电站刚来了一位新的部长 为了让领导高兴 部长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原子屋投入使用 对于儿子出国的想法啊 冷淡婶是一百个不愿意 大嫂说 小叔子你可前往别走 不然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大眼哥说 大嫂你自甘堕落 可我大侄子没有错呀 难道你愿意等她长大了 也去核电站干 这万一要是领了盒饭 我们家的香火就彻底断了 冷淡婶说 你别忽悠你大嫂 只要我还健在 你就哪也去不了 到了后半夜 大批的耗子开始抱头出发 从以往的经验上来看呢 估计是不可抗力就要出现了 第二天的一走 总统把总理交到了办公室 说你瞒着我在国会通过的 发电设施促进特别法 纯属是下车单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那原子炉还没有完善 你就让他去发电 这万一要是出了事 全国的人民都在领说饭 由于胡子书的报告书 让总理非常的不爽 于是这哥们儿便光荣地下稿了 小眼哥说 你这还没出海呢 脑子就进水了 在核电站干有什么不好 有奖金有社保 政府还帮养老 这种好工作 你打着灯笼就难找啊 大眼哥说 燕雀安之洪湖之日 就你那智商和鼠目寸光啊 跟你说多了你也理解不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突然就发生了地震 哎呀 还是那帮耗子有远见的 成功地避开了这场灾难 当胡子书赶到核电站的时候 工作人员说 地震导致原子炉冷却系统 二号反应堆 五十七号发文出现了列坊 再不抓紧时间处理啊 估计就要出人命了 大眼哥说 这活不能干了 再不走人呢 马上就得领处放 总统说 马上通知附近的居民疏散 总理说且慢 如果把消息捅出去啊 肯定会造成全国性的大操乱 总统说 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呢 我说疏散就疏散 甭搞先扯淡 接下来是 核电站附近居民疏散的场面 由于都急着逃命啊 道路很快就陷入了淡化了 由于冷却水泄露的过多 加上原子炉压力越来越大 最后终于爆炸 包括大眼哥在内的很多工人呢 都被困在了核电站 不过由于大眼哥是男一号啊 现在还不能交款票 因此这哥们很顺利的逃了出去 大眼哥说 你们为啥还不进去救人呢 救援人员说 里面的辐射能数值太高了 谁进去谁爆销啊 为了营救自己的工友 大眼哥不听劝就开始门干 头也不回的冲进了核电站 大兄妹跑到避难所 说核电站已经爆炸了 咱必须马上跑啊 跑得越圆越好 接下来是逃命的戏 大兄妹一马当千呢 开着大客车 固头不固定的往前车 由于大寒水利原子能社长 担心反应堆报废 因此这哥们一直不让用海水降温 导致事态变得是越来越严重 胡子书说 你们这就是草菅人命啊 等堆心融毁 咱全都再变成鬼 转场之后 临时救护站里啊 躺满了被辐射的工人 小眼哥说 我这上土下线的到底啥情况啊 护士说 你这是被辐射后的症状 情况不妙 等着交换票 总统坐在办公室里是心烦意乱的 这种事他还是头一回见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老婆说 你可是总统啊 难不成就坐在这啥的吗 总理那老家伙就是一混蛋啊 到现在还封锁消息不让疏散 你可不能再让他这么满干了 老婆的话 犹如一抛憋了一夜的沉尿 把总统当时就交道开了笑 这哥们带着人来到指挥部 说我才是这个国家的老大 你们必须听我的话 谁要是有反对意见 立马搞滚蛋 咱国家屁大点地又出这么大一事 再不用海水降温 等那400吨废河燃料棒一爆炸 咱全都在挂 但乌漏偏雨连雨雨了 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 那个大炉子的温度刚刚降下来 储水槽又漏水了 虽然在技术方面的事咱不懂 但听那个意思 要是储水槽搞不定 估计会让整个南韩的老百姓 全都丢了命 现在的问题是 让谁去焊那个储水槽 由于里面的辐射能数值太高 因此不管谁去焊 都等于是去领核判 军方已经明确表态了 说这活他们是肯定不会干 总统一看这也没法办了 只好在电视上发表了国民对话 总统说我就是一窝囊费 对于没有及时处理好这件事 感到万分的歉意和羞愧 但道歉归道歉 有些事咱还得办 目前国家需要一支玩命的赶死队 去修复出去刀 我也知道那是个死亡之地 谁去谁个屁 但只要有人愿意去 以后你爹妈就是我爹妈 你老婆我负责养货 小眼哥说 反正咱很快就要领盘饭 这种找死的活咱们不干的 肯定不会有人干 与其这样还不如在离死前 为亲人们做点贡献 转场之后 包括大眼哥在内的一帮工人 组成了赶死队 但修复工作非常的不顺利 这个时候所长胡子叔出了一艘主意 说咱把这个房间给封死 然后派个人进去 用炸药把出水槽给炸掉 炸出水槽这活 那必须由大眼哥来干 在引爆之前 大眼哥通过摄像头发表了自己的一言 冷淡婶通过电视屏幕一看 疼得是肝肠寸断 影片的最后随着咣当一声 大眼哥的戏粉算是正式杀了情况 说实话 这部影片的后半段还是相当感人的 尤其是大眼哥最后的那段话 没有一句豪言壮语 全是人性真实的反应 虽然平凡朴素 但句句扎人心的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家人心的 社会虽然分阶层 但是人性没不同 遇到危险敢玩命 才是天地真英雄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